一辆车的油耗高低 跟发动机和传动系统有直接关系 这些是先天条件 就跟你喝凉水都长肉一样 当然 有些开车用车的技巧 能帮你省点油钱 听听抠门的老司机怎么说 哎 谢腰 我抠吗 我这是勤俭持家 想省油 最重要的是保持动力系统健康 这些东西该换的换 该清洗就清洗 假如它们不在工作状态 不光油耗高 车开着也别扭 机油需要特别注意 它有不同等级和粘度 通常机油越稀 发动机运转时的内部阻力越小 这样能省油 但也会觉得车没劲 用什么机油看说明书 一定要和车型驾驶习匹配 另一个重要零件是轮胎 汽车匀速行驶时 发动机的动力完全对抗阻力 轮胎要克服来自地面的阻力 阻力小 当然就省油 宽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大 提升抓地力的同时 阻力也大 所以更费油 另外 胎压过低 也会造成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变大 费油是小事 可怕的是容易爆胎 轮胎有很多种 节能轮胎的橡胶和花纹比较特殊 能降低滚动阻力 动力相同的条件下 可以跑更远的距离 你看 这广告都说了 标准的普通话 想节能 轮胎能 当然 别信广告 看时效 汽车跑起来 除了要克服地面的阻力 还要对抗空气阻力 俗称风阻 车速越快 风阻越大 高速行驶时 发动机的大部分动力 都用来克服风阻 根据造型不同 车的风阻系数也不一样 总体来说 SUV的风阻系数更高 而这些小部件 多少都会增加风阻和油耗 还得把之前的万有特性图搬出来 假如车辆匀速行驶 发动机的动力与阻力 是完全相同的 恰巧发动机又处在经济转速区间 这一时的速度 就是这辆车的经济时速 车速快了 风阻大 车速太慢 燃烧效率低 都不如经济时速 不过 日常行驶中 能匀速的时间很短 假如经常走走停停 车重就会影响油耗 车里少装东西 还是有用的 不光省油 还能适当缩短刹车距离 万一发生事故 车内杂物 还可能伤人呢 明白了 应该先把你们两个坑货扔下去 下面这些驾驶习惯 你学会了 能大幅降低油耗 人哪 要学会感恩 我来总结吧 老司机的节油经验非常管用 但是汽车队大多数人就是个代步工具 像他这么轻打细算着开 每公里也就能省一两毛钱 结论 他就是抠 出门不捡钱 就算丢了 老司机的继续 希望大家都会 所以 我们都مة手在 一半 都快衔 后来